科学团队研制出神奇乳霜不仅能返老还童,死人抹了还能复活,本期丽哥带的电影《神奇乳霜》,经过六年的分解、延伸、粒子之间的扭曲碰撞,科学团队终于研制出了一款神奇乳霜,它可以消除人脸上的痘痘,恢复缺失的鼻子,甚至是残缺的双臂,还能顺带送一枚戒指。 这个神奇乳霜是拥有智能感知系统的,可以检测到问题所在,并通过改变其分子结构来解决问题,它可以改变人的笑貌,让丑陋的人变得年轻漂亮,老人可以返老还童,骨折的双腿瞬间恢复,就算是刚刚死去的人,神奇乳霜也能将它复活。 不仅如此,神奇乳霜还可以修理坏掉的电视机、小车的加油箱,为了证实神奇乳霜的功效,科学团队找到了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。 老人刚喝下神奇乳霜就恢复了健康,并且还恢复了青春,神奇乳霜还赠送金手表名贵手势给他。 对于智力有问题的孩子,只需要注射神奇乳霜就可以瞬间变为天才,破旧的车只需要抹上神奇乳霜,就立刻变成宝马。 缺乏草地的土壤,只要撒上神奇乳霜,即刻便长出小草和大树。 一瞬间,医院的人都恢复了健康,人们都开上了宝马,跑车,老人都带着金像链晒太阳,漂亮的姑娘骑着车慢悠悠的闲逛。 人们精力不足时,只需要注射一针神奇乳霜就可以立刻高效工作。 小狗也可以计算高难度的题。 神奇乳霜解决了一切,人们没什么事可做,渐渐感到空虚,但只要涂一下神奇乳霜,它们又可以恢复热情。 神奇乳霜可以不断地自我精进,以发挥出更大的效用。 当人们担心神奇乳霜资源用尽时,研发人员展示了神奇乳霜可以自我复制的功效。 神奇乳霜变成了一个用不尽的资源。 在现实的社会阶级里面,神奇乳霜无疑成了一个通向食物链顶端的桥梁。 穷人和富人不再有区别,美貌与丑陋不再有差异。 神奇乳霜让战争停息,非洲儿童也不再受饥饿的困扰。 河水变得清澈,沙漠变成森林,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个惊人的成果。 大家逐渐知晓这个会给战争,饥饿和痛苦带来终结的神奇乳霜。 但是,那些原本站在食物链顶端的资本家不满意了。 神奇乳霜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优越地位。 资本家出面,媒体对神奇乳霜的报道直线转弯。 癌症、抑郁、艾滋、恐怖主义等纷纷给神奇乳霜贴上标签。 神奇乳霜的制造者是强奸犯,神奇乳霜是毒药,神奇乳霜会带来三种艾滋病。 一系列流言蜚语充斥着媒体和报刊。 男子说他不想因为神奇乳霜得三种艾滋病。 父女说邻居利用神奇乳霜偷看他洗澡。 老夫说神奇乳霜害死了他的孩子。 警察全力搜查,焚烧神奇乳霜。 科学团队被判入狱,私藏者都纷纷被打压。 非洲儿童复制的食物被没收,长出的树木被推倒,沙漠被还原,战争恢复肆虐,非洲儿童又得忍受饥饿。 一段时间后,人们研制出了新的神奇乳霜。 新的神奇乳霜只能消除人脸上的斗影,但是却受到了推崇。 因为刘延真正神奇的乳霜被打压,而盗版却被推崇。 只因为少部分人的利益,就埋葬有利于大部分人的精品。 这样的现实不禁恐怖,而且悲哀。 好了,今天就说到这里吧,我是力哥,原作登展。 点击 点击 , flipping